自動偵測溫度、濕度、煙霧等資訊 當環境數值達到系統判給的火場條件 現場的鋒鳴器會發出聲響 系統也會傳送警示訊息給管理人 設計的感知元件有溫度、傳感器 設定的溫度是設定在一個數值 然後會到達火場溫度如果到達那個數值之後 會透過裡面的感測元件發訊號給鋒鳴器 然後造成有聲音的產生 然後右邊這個會顯示它的數值及時間還有濕度 大大學消防安全學士學位學成周中期林景文 老師是帶領同學開發住宅安全警示系統 運用智慧監測讓救災更及時 則向發明在2021韓國WIC 世界創新發明大賽是榮獲銀牌 並取得新型發明專利 這一個新型專利的取得是我們消防學成大三的同學 在專利時做的課程中做出來的一個成果 然後也獲得2021韓國世界發明大賽的銀牌 那當時的發想最主要是很多的場所 很多的5G文化資產 它在發生火災的時候是沒有人知道的 所以透過衍生物聯網的概念 然後讓我的影像讓我的即時退播傳播 跟災害的預警等等的這些信號 可以做一個綜合整理之後 傳遞到使用者的手上來增加住宅或者是 這次研發成果是同學大三專題十足課程 以及碩博士學長界共同合作的學習成果 一舉獲得國際發明競賽與專利的肯定 讓師生都相當高興 大夜人新聞 劉新校採訪報導